军售已经达到了466亿美元 比2014年增长了将近四成 不久之前 美国国务院刚刚还批准了向日本出售全球鹰无人机的计划 又能进涨12亿美元 那么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之下 2015年美国军火市场为什么还能如此的繁荣呢 一桩桩武器交易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军售对于美国而言有着特殊含义 美国的军售史就是它的发迹史 二战期间美国人凭借对外军售大发战争横财 冷战期间北约国家又纷纷采购美式装备 确保了美国的军火市场长胜不衰 1991年的海湾战争 美军的高技术武器一战成名 爱国者导弹F117隐形战机 精确制导炸弹等一大批高技术武器装备 成为当时许多国家巧手的武器明星 随着美军在多次局部战争中 使用这些武器大显神威 其盟国及世界各国对美军的武器更是趋之若鹜 然而美国人的军火生意 绝非像市场上的萝卜白菜那样自由买卖 其中暗藏诸多玄机 就在11月20号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五角大楼 以12亿美元的价格 向日本出售三架RQ-4A全球鹰高空远程无人侦察机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无人侦察机 全球鹰可持续飞行42小时 最大航程达2.5万公里 飞行高度在1.8万米以上 超过了一般防空武器的射程 它装备有光电 红外侦察设备和合成孔径雷达 可穿透云 雨等自然障碍监视移动目标 定点侦察精度达0.3米 全球鹰在海岸线附近侦察时 可有效探测纵深600公里内的雷达目标 并监听对方无线电通信 执行海上侦察任务时 可有效识别 跟踪和监视海军水面舰艇编队 美国国防部主管海外军售的防务安全合作局曾表示 全球鹰将极大增强日本情报侦察能力 保证日本有能力监控和遏制地区威胁 而实际上美国过去一直主张全球鹰属于禁止出口的武器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早有购买意愿 但是美国迟迟未能做出卖的决定 可见全球鹰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而如今美国把全球鹰高价卖给日本 难道仅仅是为了补全日本的短板吗 从部署位置上看 美国此举牵制和防范俄罗斯的意图十分明显 位于日本本州东北部的三则基地 与俄罗斯东方最大军港弗拉迪沃斯托克隔海相貌 是唯一一座由美日两国共同使用的航空作战基地 冷战时期 三则基地的主要功能就是情报搜集 被视为美军在太平洋西岸的谍报站 近年来随着美俄关系持续恶化 俄罗斯不断强化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并加强对远东地区特别是南千岛群岛的开发力度 因此将全球鹰部署在三则基地 其实就是将情报侦察装备靠前配置 监视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一举一动 与此同时美国向日本出售全球鹰还可强化对华监视 当前美国已在关岛安德森基地部署三架全球鹰 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空中监视能力 一旦日本完成全球鹰的采购 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周边的全球鹰监视链条 将进一步延长 如果全球鹰未来部署于冲绳 其飞行三小时左右即可进入南海上空 美国军事评论员杰奎林·纽麦约 曾在战略研究杂志上撰文称 美国此举不仅提供了监视中国军事部署行动的机会 还保留了对亚洲提高威慑力的新手段的 有人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美俄两国可以说是把这句话演绎到了极致 而军售也已经成为美俄博弈的重要手段 因此哪怕是美国盟友与俄罗斯的一点点互动 都会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和反对 让每一个潜在的挑战国都生活在邻国的制衡中 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贯思维 路透社称美国把军售视为维护其全球利益的低成本手段 对美国而言这种方法投入最少获利最多 与此次向日本出口全球鹰如出一辙 美国每一次重大军售背后几乎都有一个要针对的第三方 就拿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武器出口为例 2010年美国与沙特签订价值600亿美元军售协议 其中包括84架F-15战斗机 70架AH-64阿帕奇直升机在内的数百件先进装备 除了巩固美沙关系 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沙特制衡伊朗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迫于美国的压力 德国政府取消了与俄罗斯签订的一份 价值达1亿欧元的军售合同 同时美国还公开要求 法国履行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军事和政治义务 终止与俄罗斯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军售合同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是西方国家向俄罗斯出口的最先进的海军舰艇 根据俄法两国201年签订的合同 这个项目的合作金额高达12欧元 是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开展的最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 早在2009年 俄法就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军售展开谈判时 美国就希望法国放弃 面对美国的逼迫 法国总统奥朗德外长法比尤斯等高官左右为难 态度出现多次反复 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 美国还对土耳其远程防空和导弹防御项目招标进行干涉 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 俄罗斯参与竞争土耳其的反导系统引发了美国的安全担忧 一些西方军事专家认为 如果俄罗斯中标 他们的产品将能直接或间接地连入北约情报系统 从而导致北约关键信息在不经意间泄露 因此即便S300系统在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力的位置 俄罗斯最终依然还是无缘土耳其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单 一桩桩武器交易的背后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体现 有分析认为美国武器卖到哪里 势力范围就会延伸到哪里 军售合同已变相成为了军事盟约 而购买国被美国控制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事实上三架全球鹰只是日本对美军购清单中很小的一部分 未来三年日本还计划从美国采购四架12D新型预警机 17架MV-22与英运输机 28架F-35战斗机 52辆AV-7两机装甲车 加上即将从美军引进的海军综合防空射控系统 日本的先进装备可以说是亲一色的美式 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本的软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如果失去美军的战术培训 技术升级和情报支援 日本武器系统的作战效能将难以发挥 美国政府就曾以停止供应F-16战机配件 要挟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改变其反美立场 2007年1月30号 美国国防部宣布停止销售F-14战斗机零部件 针对的则是比委内瑞拉更不听话的伊朗 F-35战斗机本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九国联合研制项目 但美国却拒绝向英国 澳大利亚等高级合作伙伴 公开飞机设计软件原代码 加拿大新总理特鲁多在今年竞选期间 曾明言将不会购买F-35 美国《航语日报》报道 挪威也正在考虑大量削减原计划56架的采购量 而澳大利亚 意大利 荷兰 土耳其等国 均已表示减少或取消F-35订单 今年来 美国虽然大量增补了北约国家 获取出口的武器装备和相关技术清单 但这些武器大多是低于美军现役型号的出口版本 其中 出口版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 比美军自用型号缩水50%以上 美国还专门制定了出口管理法案 武器出口控制法等多项管制法案 执行全球最为严格的军事技术 和武器装备出口管制 被视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最亲密盟友的日本 从2006年初就设法购买先进的F-22战斗机 但美国参议院最终剥夺了F-22战斗机的出口机会 其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约翰·华纳表示 F-22战斗机即便是生产性能低于美国空军的出口